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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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考察是 这个区域的冰川 湖泊河流 动土植物动物 维生物系统的考察 同时也是 要在这里建立长期的监测点 和监测站 下一步 三载宝区 和国家公园 提出建设方案 最重要的是 把所有的设备联网起来 成一个监测的网络 监测的地面的网络 和我们空间的 卫星摇杆数据 还有我们无人机的摇杆数据 相接着做成一个空间地 一体化监测的 补合的产品 这样会大大提高 空间产品的数据 净确度 还有分辨率 为我们的决策支持 提供更可靠的一些信息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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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